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小美和小花一起来到了宿舍楼下 宿管阿姨表示现在有一个装修大赛 最终获胜者可以获得十万奖金 小美和小花听完后心动不已 立马表示自己要参加 但想拿十万奖金可没那么容易 房间的颜色要由这个命运之轮决定 小美是黑色 小花则是粉色 小花十分满意自己的甜妹风 小美则认为全黑的辣妹风才是最酷最优雅的 很快两个女人换好了衣服 战斗正式开始了 小花拿来了粉色油漆 尽情递刷了起来 还为自己的墙面打造了一个小星星 这简直少女心爆棚 当然小美也不甘示弱 为自己的秘密基地打造了一片星空 随后小美才出了许多纸板蝙蝠 下一秒像忍者一样将他们贴在了墙面 然而小花创造出了一个粉色纱窗 两人真是势均力敌啊 小花铺了一个粉色小床 感觉今天一定能够美梦一番 但小美却表示自己的床更舒服 小花十分生气 一不小心就跌倒触发的被动技能 功夫变成了公主群 简直美极了 随后小花还用蝴蝶结装饰床脚 添置了粉色的枕头 两人还制作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字母 撒上特制亮片变成了一个床头灯 两人摆出了自己的生活用品 还挂上了各自风格的补梦网 以一幅艺术性极强的画 小花拿出了一个毛茸茸的布包裹在镜子上 完美打造出了一个少女心满满的梳妆台 还泡起了棉花糖浴缸 看样子十分舒适 然而小美却用黑色可乐沐浴 还浅尝了一口自己的洗澡水 这口味真是太重了 好景不长 小美立马感觉自己的肚子疼了起来 但看到这个粉色马桶 小美崩溃了 当宿管阿姨来的时候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之前那一间宿舍 你们认为是甜妹封赢了 还是辣妹封赢了呢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